各位首先马上带你来关心最新的连线消息 这是前悠游卡公司董事长连胜文 之前不是因为健康的因素 四个月前才辞职吗 不过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又要再入好市府了 今发会副总招的这个职务 被视为呢是要替市长郝龙斌来上阵打选战 而下午也特地开了一个记者会 目前最新状况立刻连线记者林雨桥 来带我们掌握 雨桥 好主观众 前悠游卡董事长连胜文今天是回到了台北市政府回娘家 不过呢他其实不光只是来看看台北市长郝龙斌而已 他目前呢即将接已经确定要接下台北市经发会副总招集人的职务 而由于之前呢其实连胜文离开悠游卡公司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以健康为理由 那现在其实经过不到半年时间 又要回到台北市政府来服务 到底他的身体负荷不负荷得了 我们来听听看连胜文的最新说法 我有追悠到吗 开胃开到快会昏倒 我觉得到金发会来做副总招集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我也相信以他法律财经方面的专业背景 以及他过去工作绩效 我相信他绝对能够不仅能胜任这个职务 而且能把我们台北市的各方面的发展能够更往上提升 那他来当然对我来说是绝对是让我信心大增 不仅是市政上会做得更好 选举上我相信我也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可以听到台北市长郝兵 他是表示他真的非常高兴连胜文能够回到台北市来继续为市民来服务 而他自己也希望了连胜文不只在台北市的建设上面能够为他提供协助 也希望能在选战上面好好的来帮他的忙 连胜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其实这次呢再重出江湖再度回到了台北市政府这边来服务 其实事前呢也应该跟这个太太蔡一璨已经好好沟通过了 因此呢他认为其实金发会呢 其实每年只开了几次的会议呢 其实并不会影响他的健康有太多的因素 而他也将在这个下礼拜开始呢 要上call in节目来积极的帮好龙兵来打这场的选战 以上就是想这些情况把镜头交还给黄连主播 好非常感谢雨桥 好你可以看到呢连胜文这回复出要入好市府 担任金发会的凤走招职务为好龙兵来打选战 这目前掌握最新状况